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阻碍了高雄的青年朋友在家乡发展 也产生北漂现象 青年局将四箭齐发 为青年朋友开辟成功之路 首先是市政府投资了三亿元的青创基金 青年局有一个青创基金 那目前市政府是拨了三亿元 青创基金会有委托投后管理公司来做管理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投审会 那投审会里面不是只有政府单位的相关人员 在投审会里面也会邀请一些产业界还有学界的专家 希望说让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看的面向会更多元化一点 更广一点 有了青创基金的益助 充满理想与创意的青年朋友得以大展长才 创业初期资金不足 别担心青年局还提供了创业青年优惠贷款 那我们会跟高雄银行合作 那青年最长可以贷款的年限是七年 那前三年的利息是由高雄市青年局来补贴 然后第四年才开始收利息 那目前的利率大概就是在2.25 也就是说如果说宁借的是100万 那第四年开始你每个月大概需要缴利息 大概就是2000块左右 创业除了需要资金还得有个创业基地 除了贷款利息补贴 青年局还提供租金补贴 让创业青年可以用半价成租高雄市 共创基地的优质空间 只要青创朋友是在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共创基地里面 跟这些共创基地去租场地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是补贴一半的租金 包含金发局有两个比较大的场域 一个在连城区的打购书创中心 那另外一个是口音子高点 然后文化局也有一个共创空间在博尔 然后博尔里面还有一个M-Zone 那其实只要青创朋友是在这几个店 跟他们借场地的话 那青年局都会补助 拥有满脑子的想法 却不知道怎么付诸实行吗 青年局特别为有志创业的青年朋友 规划辅导课程 陪伴创业青年们一步一脚印 主梦踏实 第一个部分 我们会去请一些专业的学界的 或是产业界的导师 如果有青创的朋友走到我们青年局的话 那他们可以找到他们那个产业的专属的导师 然后给他们一些专业的建议 那第二项其实是用课程的方式 上一些青年创业的课程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不管是你要申请贷款 你要申请基金 你都要拿到20个小时的青创课程 然后这20个小时的青创课程里面的内容 除了财务的部分 法律的部分 还有包含一些行销管理或者是营营管理 希望可以在青创朋友投资更多的资本额之前 或者是政府在投资青创朋友们之前 可以让这些青创朋友们对于公司未来的营运 会有更完善的准备 高雄市政府成立青年局 为青年朋友端出多样政策牛肉 期待更多想创业的青年朋友 看见高雄的优势 选择高雄 也希望高雄培育的杰出人才留在高雄 一起打造高雄成为青创之都 打勾小学堂 听见高雄的未来与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